靠哥,我们现在来到哪了? 我现在雨有点大,你看这个乌云密切 我们到了黑山顶级游林停靠点 这些游艇可能都是上亿欧元的一支 为什么这些上亿欧元都停这里呢? 因为黑山是个净水的深水粮杆 大家这里很多游艇都会在这里停靠,然后在这里修整 这边的房子都是超过5000欧元到10000欧元一平方的 他们就在来修整,因为去地中海的话 他们开出去方便,这边又可以这么近 你看这时候超级牛逼的 那个典子就是,那时候也多少钱啊? 你看,可惜我们家里没有地方停,不然我就可以买一支了 真买不起,这是真正有钱人的 真正有钱人的,我们往里面走一走吧 因为,所以现在是,黑山是整个欧洲富豪最集中第二个地方 第一个是那个,我们经常说那个甘纳嘛 甘纳是全欧洲顶级富豪聚集地 第二个就在这里,他们可以开着船去甘纳,两天一天就到了 隔个,隔个意大利,转个弯就到了 都在地中海里有,而且那甘纳又没有那么好的 这种平湾你知道,港湾优势呢? 在这边很多有奢侈品店啊,然后,诶这个 这家,它冰淇淋蛮好吃的 这家? 你看,这是游泳的俱乐部,你看 这家冰淇淋很有名 瓦蜂冰淇淋,等我们回来买,还是现在买 一会儿买吧 一会儿买吧 那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它有能让你进去一半的路 它同时这里成为一个中心码头 然后中间一个修准,包括你看,顶级红酒 顶级的仓金 就是富人居居地人 你看,那个游泳下来以后就是,直接有人接了 你看,这一大溜全部是这种豪华的 小哥子倒在卫生 这是一点点操 好吗? 嗯 我前面看看 这基本就是这一块去就都在这了是吧 对,它就整个你看,雷机场也有,然后游艇也有 然后各种你看,维修啊,就是一个大型的停靠站 你看那个多帅啊,好梦幻啊 哇,那个厉害 那就和个宇宙飞船一样 哦 那是 我拉近一点 我拉近的 哈 我拉近了 他们这个也是随便进啊,这边 没有到那里为止 再往前也不行了 就这块呢 嗯,给你看一看 那时候好看,要么我们绕过去看一下 对 那时候好梦广啊 那时候好大,和飞船一样 这些就不行了 这些也挺行的 只不过看不上眼了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挺行的 这也都不嫌疑 只不过被那种超级梦幻的 那个是个人的还是 都个人 那也是个个人的 那才最梦幻的 那是最梦幻的 外星分享一样的 然后从港湾过来这边 就是很多这样的住的房子了 哇 这个像战机 战剑的那种 很梦幻哦 这个漆气 看不见 我来到这里以后 我就是没什么好说的 土豪的生活 你看那边网伦蒂诺 各种世界品牌都有 这个不是我的生活圈 太好了 这些小姑娘愿意看的品牌 那这里房价是5000到1万欧元 也是整个巴尔盖 应该最贵的房子了 整个巴尔盖 毕竟全球 全球第二大 那个富豪集中地 你看对他们来说 这个价格就便宜了 世界级名表 他们设商部买买的 设商部 我多次来了 都是过来喝咖啡 主要是上一下他们厕所 不过可以看看 也会工作更有战斗力 不过那个好 那个游艇是真漂亮 女生适合男朋友带到这里来 有时候给你买当 但是可以 鼓励鼓励男朋友 鼓励鼓男生加油加油 我们去买个冰淇淋就可以了 去拍冰淇淋 这个我们消费的钱 冰淇淋在哪 这边这边 那边那边 前面 那前面 这边很多能看到 经常看到的明星 夏天的话 这里 这一本上就停满了 现在冷 没怎么停满 他现在不是这么一个 我们昨天从那个 从波黑开过来那路上 我不是说有个地方在盖吗 也是盖这种差不多 可以这个以后这个感望 有很多超级富豪会来这里住 因为土豪不限购啊 这个港 这个港的名字叫 Montenegro 就是就是 Montenegro就是黑山的港 嗯 就是黑山港 现在是蒙特利 嗯 那我们去吃我们买得起的冰淇淋 妹子你看 天山妹子太高 都两米了 对 一米八很正常 嗯 芳菲加油啊 买乖停我这里啊 对 停车费都募不起啊 啊 他这个停车 停在这里的价格你了解吗 不 没敢去了 没有能力去了解 实力不允许 这个 这个停车费估计就让你破产了 我最多只能到VU批发这种同型号的 批发几十千过来给你玩玩 给你儿子玩好了 咱们去买得起的地方吃 好吧 把心情甜蜜起来 不然很压抑 这个牌子在整个八咖是有名的 嗯 他这个店叫什么 Performer 啊 我问他声音怎么变 他说夏天声音啊 嗯 这味道很特别 2块5一个球 Monten Monten 2块5元就比贝成要贵 这个位置价格还是 对这个位置是吃 唯一我们吃得起的就这里了 没有压力的消费 嗯 这个一般吃不惯了 这是先生煎味的 因为我今天冷了 我吃点新煎味 一冷了也还能吃 等下生煎了 你们点个呗 我们甜味一下我们兴起 我们这边买繁殖艇 其实早期最多的是俄罗斯 哇 你看这个奔驰的这系列 银灰色的 就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因为它宗教 还有文化 包括人种 都比较跟这边接近嘛 所以都是东正教的 嗯 然后就来 来的黑山 就比较多 而且黑山毕竟靠海 嗯 然后日照又足 所以我们很多 俄罗斯的大富豪 都往这里买游艇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 一个游艇就是 那些石油大亨了 就那时俄罗斯来的时候 这里房价就放了好几房 很多俄罗斯人 都在这里买房子 然后把整个 剥黑 黑山的 呃 房价直接上升一个档位 嗯 这下一步可能等我们中国人 来接盘吗 来接盘 好 有国内有很多 房地产公司 已经很关注 嗯 黑山了 因为他有推出 接下来应该有推出 那个移民投资这块 嗯 那么很多很多人 就愿意来了嘛 嗯 毕竟黑山马上要加入欧盟以后 嗯 他加入欧盟的坎 比较低的 因为人口少 而且一直货币 就是用欧元 对 独立以后就是用欧元 他们当地的钱是完全没有就 他没有 总共六十万人口 没有自己 应用钱干嘛 他其实家欧盟的条件 宽宽比较重 又是北约的支援国 嗯 就比较容易家欧嘛 嗯 走啦 走 都不知有了 都不知